一滴雪 凉的雪 月三滴雪 雪 凉的雪 雪 凉的雪 凉的草花 母肉娘亲 曾经得着一真一枚 道夫亲 道夫亲 曾道世时 太阳凉风霜泪滴 还有哪海枯石板 人间真情 人间真情 一滴雪 凉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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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样 您是不希望明天滴雪的结果 让你的亲戚软公子受罚判刑吧 不 我很希望 长痛不如短痛 这小子如此的不争气 给黄大人府上和西安地界闹出了这么多麻烦 是该到了教训他的时候了 汪大人 秉公无私 实在是敬佩呀 只是公子这脾气 任性归任性 但这案情也未必全如那李玉淳所言 责任权归在公子身上 就说 李夫人将姐弟定亲一事 实在是忤逆人伦 违背天理 换了任何人 都会愤怒的 公子在气头上 做出些过分的举动 也请优客远 这世事天意 我如何料的 还是随他去吧 王大人所说的天意 莫非就是这滴血 难道王大人很相信这滴血 我信也好 不信也好 这血反正是要滴的 我再问一句 王大人真的相信这滴血吗 不 既然如此 王大人难道能容忍有人利用如此幼稚的玩意儿 毁了公子的一生 他的一生 早就毁了 王大人 说归说也是气头上的话 王大人对公子几十年的照料 这份亲情哦 还是在这里 王大人 甭管以前咱们有什么芥蒂 但这次咱们的心愿应该是一致的 这就是让一个人能平安的出去 而让另一人能永远的待在里面 最好永远消失才好 请讲 就说这滴血 既然它原本就荒诞不经 纯属人为 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稍稍干预一下 让它顺着我们的意愿 变一变呢 先生 左期啊 你说你上哪儿去吧 我找你 我找你什么事儿呢 我想想 是这样的 有人看见王 有人看见王大人今天 忙得很 先去监狱里跟卵子庸谈了话 后来又招了黄同伴 你帮我判断一下 你说他他都能忙些啥事儿 先生 我有一种感觉 这明天的滴血 恐怕会有人做手脚的 可憎 这是千古的圣法 有人敢作弊 太可憎了 不就是想换一只盆子吗 我倒要看看 明天王淳 他能换一只什么样的金盆子 恐怕不是盘子了 他们一定在琢磨着 什么新的办法 大人 那个李玉聪李公子 求我把信交给大人 好 血脉搖戏一根针 好理可施 可探清官赤子心 柱千古恨 这小子 他对我的滴血之法 还是不信任 先生 他担心的有道理啊 昨天 我有主意了 我有主意了 先生 什么主意啊 这血 我也不滴了 我才不管他 李玉春和李婉春 是不是青骨肉 这事先放在一边 卵子用 利用周仁瑞这只箱子 想吊我尽心疏的胃口 没门 我明天要把它放在大唐的那口锅上 我要好好把它煮又煮一煮 昨天 你呢 先在连夜去李夫人的府上 带着武座检验她的尸体 另外 要查清楚软子用的杖 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她逼死人的 好 先生 这下可以和好几个人来周旋了 我 我是钦差吧 那你说我 我怕谁啊 他就是来十几个人 老子也不怕 那好 先生 我就去了 去吧 我今天喝的可不是酒 这里装的全是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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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逼死李夫人一案 现在开庭 阮子用 李玉春指控你 私闯民宅殴打无辜 逼死李夫人 还诬告他们乱伦 对此你做何解释 大人 首先我不是私闯民宅 我是去讨战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合理合法 其次受我殴打无辜也不对 我是打了他 可是他在动手的 第三 我没有逼死他的母亲 是他母亲原本有病 和我争吵几句就吐了血 谁知道他那么娇嫩 不仅折腾 你好大的口气 你仗势欺人 活活逼死一条人命 竟如此满不在乎 你不要吓唬我 凡事要讲证据 你说我逼死人命 证据何在 你放心 证据我会有的 好好好 我先来帮你理理头绪 你说你到李夫人的府上 是去催债 你说的不为过 可当李夫人告诉你 他已经还清了欠你的全部债务的时候 你推翻了他还给你的全部款项 并失口否认他给你还过一大笔钱 对此你有何说法 不是我失口否认 是我管家他失口否认 他说没收到银子 我有什么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那好 这是昨天晚上我派人在你府中查到的账本 上面清清楚楚的记者李夫人已经还清了欠你的全部款项 还有你的签名 对此你作何解释 这 我记不清了 你记不清了 你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 失口抵赖混淆黑白 企图以巨大的债务 威逼李夫人将女儿嫁给你 单凭这一点 我就可以定你敲诈无辜之罪 加上你的诬告之罪 对你加重处罚 可我并没有逼死他母亲 是李夫人在动手打我的 他为什么要动手打你 他母亲脱了血 他母亲为什么要吐血 和我争吵了几句 争吵了几句 是你逼他们将女儿嫁给你 否则就会让他们倾家荡产 将他们告上公堂 让他们家破人亡 对不对 你还敢说 李夫人之死与你没有关系吗 当李玉春看到她的母亲吐血 情急之下和你争论了几句 要动手打你 你就揪起众人 打伤了李玉春 砸毁了他们的家具 李夫人见李玉春吐血 弃绝而亡 难道李夫人之死 与你阮自用没有关系吗 我还是那句话 说归说 还是要拿出证据 阮自用啊 你这个脑袋瓜 倒是挺硬啊 我就不相信 今天我砸不烂你这个核桃 来人 将五座带上堂 把五座上堂 参见大人 五座 将你昨天晚上检验李夫人尸体的情况 如实报告上来 晓得昨晚和左大人亲夫李夫人住宅 对李夫人的尸体和现场进行了勘查 从现场来看 分明是发生了泄斗 家居和物件毁坏不少 地上建有血点 分别是李玉春公子和李夫人留下 李玉春公子为外伤 是被击打 蹭破皮肉 而李夫人则是内伤 是急火攻心 腹脏破裂 血流泥形而治 李夫人原本体质虚弱 有肺牢之症 更因近日忧思过重 病情加重 可以断定其死因和昨日在府上的争吵 以及情绪激动 有直接的关系 你可以先下去了 是大人 阮子用 本官将以大明律法治你之罪 依据大明律 共同殴伤人者 致死人命者 参与者将论死罪 在本案中 你虽未直接治李夫人于死命 但你难辞其咎 故 本官判你赔偿受害人财务损失费 黄金五十两 丧葬费二十两 判你故意参与伤人罪 拘押在牢三年 李玉春 李婉春 还有证人王三娘 可暂时释放回家 料理母亲丧事 但不得外出 随时恭候官府的提审 谢大人 谢大人 我不干 怎么 不滴血了 他姐弟成亲 悲逆天理之罪 就不追究了 滴不滴血 本官立行决定 退堂 慢 金大人 本官以为 此案原本就有两个原告 一是李玉春状告软自用 致死人命 二是软自用状告 李玉春 违背天伦 金大人 根据武座的举证 判决了第一个 为什么对第二个 直至不理呢 难道这样 能够做到公平公正 等于李夫人吗 王大人 你恐怕 没有听清楚 本官的判决 我并没有说 不判决第二个起诉 只是说 暂时让他们回家 料理母亲的后事 滴血之事 可以等他的母亲 入土为安之后再进行 这也算是照顾 人之常情吧 金大人所说有理 王大人所说也有理 但本官看来 对第二个起诉的判决 其实也并不困难 并不需要耗费时日 也根本耽误不了 人犯母亲的脏事 金大人 不是有圣仙古法 可以滴血认亲吗 这第一次血 又能费得了金大人 多少时间呢 昨日金大人 不是立马要滴血 怎么今日就改变主意了呢 你等今日 对滴血 这么感兴趣 不是我等希望滴血 而是我等疑惑 一向果断公正无私的金大人 今日为何有意拖延偏袒呢 我偏袒 谁偏袒 谁心里清楚 我看你这样吧 各位大人 先推到后堂 站坐商议 所有人犯在这里 先候着如何 奶奶的 好端端的一个滴血 反倒成了王淳和这姓黄的挖的陷阱了 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事与至此 这些恐怕害得滴 你是说 这些 非滴不可了 其实滴也就滴了 这样拖下去 对方由备而来 咱们反倒被动 要是不滴 恐怕难以以礼服人 这王淳和黄头帆 要是联手向朝廷告你偏袒的话 咱们就更加的被动了 至于这滴血 咱们严加防范 不要让对手做手脚就是 奶奶的 滴就滴 滴了再说 本官决定 立即给李玉春 李婉春滴血 大人 不得多说 本官主意已定 来人啊 立即准备 把手伸出来 慢 盆里的水不清啊 太多了 本官怎么不慎 将这盆子给摔了呢 左琪啊 卓人 从换一盆清水 从找一个盆子来 是 在端一盆清水上来 来 给我 手伸出来 都没发生 就是 中国人 英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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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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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血怎么融了 大人 这 这不可能啊 怎么会呢三娘怎么会呢 大人 大人 你们这简直是荒唐糊涂啊 祝侯 糊涂荒唐的是你 你和李婉春明是姐弟 却要成亲天理难容 来人 把李玉春和李婉春 带进牢房听候治罪 哎慢慢慢慢 今大人还有何话可说 是是 本官自然有话要说 因为本官是此案的主审 李玉春李婉春 违背天理乱文成亲 责任不在他们二位 而在他们的母亲李夫人身上 你们二位成亲 是奉母亲之命 虽然有罪 罪当减轻 鉴于 李夫人已死 为 责罚其件 本官特决定 免除刚才所裁定的 阮自用 所付的罚金 李婉春 释放回家 料理母亲的后事 李玉春 阮自用 积压在案 等候发落 大人 大人我无罪 大人 小子 没判你死罪算便宜了你 软自用 就算这李夫人 有违背天理之罪 也够不成你 待人斗殴 致死人命的理由 所以 本官仍将追究你的罪责 来人 将软自用和李玉春 代下 当候宣判 死 糊涂乖 敢怪我 姐 料理好娘的后事 走 你干什么 大人 你这是无罪的 我求求你放了他吧 孩子 孩子 走吧 大人 走吧 大人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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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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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二位大人 你们看看今天天气如何呀 啊 忽淫忽情 很难预料 我看 是多云转情嘛 哈哈 来来来来 怎么样 二位大人 来点啊 感受一下人间的快乐 哈哈 金大人 你不要高兴的过早了 你现在是四面树笛 左右开战 你就不怕落得个孤村野狗 死了没人收尸吗 哎呦 王大人哪 我记信书 从小我就是条毒狼 赖皮狗 二溜子 啊 想给我收尸 您太抬举我了 用不着啊 我早就给自己挖好了一个小坑 不过这个坑 在您王大人坟墓的后边 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我伺候您 把您伺候进去了 然后我再跳进去 啊 怎么样 哈哈哈哈 没想到吧 王大人 没想到 您有些失望吧 啊 对不起 谢谢了 哈哈哈哈 告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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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 有酒追神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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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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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是我的亲儿子 大人 大人 这不可能啊大人 爹 料理好娘的后事 走 先生 你不开心啊 我有什么可开心的 那两个家伙啊 想让你用低血 把软醉给放掉 你不是堵住他们了吗 可我也拆散了一对年轻 他们的母亲 若是在九泉之下也会伤心的 昨天 昨天啊 你告诉我 这低血 到底是对 还是不对啊 先生 你踢翻了盆子 按说王春他们是没法子 做手脚了呀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我拆散了一对有情人 我是不是太冷酷 我是不是太绝情了 先生你也不是用低血做过好事吗 上次低血李夫人不是很感激你吗 是啊 是啊 低血做好事 好像这低血是我金信书发明出来的 不是啊 他是古代的圣人 是那些先贤哲人们给咱们传下来的呀 先生 你没错 如果说这李婉春和李玉春确实是亲身骨肉的话 你这不是阻止了一场罪恶吗 罪恶 什么是罪恶 太冷酷 太绝情 是不是罪恶 先生 我搞不懂 我搞不懂啊 先生 我发现你自从上次从地牢里出来之后啊 就变得多仇善感起来了 咱们重任在身呢 我看咱们还是谈谈红丸要书的事情吧 红丸说红丸 我认为先生今天早上这招很绝 把阮子用给抓起来 一来可以治他残害李夫人的罪 二来可以插他库房里的那只箱子 真是一举两得呢 你现在也学会说公伟话了 我们现在遇到了个四不像 说是一匹马长了四只脚 说是一头鹿长了四个马蹄 我知道现在的局势是朴朔迷离 先生 请恕我直言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抓紧要找的人还是周天佑 如果那箱子真的不在阮子用的府上 就很可能在他那里啊 有可能你是说在王淳手下的人那里 可是那个王淳 他不是已经被我们给绊住了吗 王淳是被我们绊住了 可他的手下未必被我们绊住 是想想我被人袭击多蹊跷啊 再说了那王淳去取箱子 不可能是一个人 那么大的一只箱子 他怎么扛的动呢 你怎么知道是只大箱子 我想就应该是只大箱子 周仁瑞的抵押物嘛 就应该是只大箱子啊 先生啊 我们还应该顺他磨磨磨 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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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那根疼 睡去吧 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待会儿啊 那好先生我走了 走吧 他怎么知道是只大箱子呢 来人呐 金大人什么事 通知王大人 马上去监狱 是 杨凌出来 出来 跪下 跪下 阮自用啊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你关在这里吗 不知道 那好 我来告诉你 你不仅犯有致死人命罪 你还卷入了一起朝廷重案 涉嫌窝藏罪犯的证物 什么证物 我问你 周仁瑞是不是在你这里抵押了一只箱子 是不是又想不起来了 我让王大人去问你要这只箱子 你不但不交出来 还百般推误 你不但让王大人无功而返 你还把这只箱子给转移了 我偷偷转移了箱子 那我们去搜的时候箱子为什么不见了 箱子不见了 什么时候 哎呀呀 哎呀呀 装的香的汗 我装 箱子不见了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两天都没回家了 阮自用 你在管家说夜里有人进入你家库房偷走了那只箱子 我和金大人正在核实此事 既然管家说有人偷了箱子 那就一定是被偷了 不对 我们仔细检查了仓库的门锁 没有发现被撬坏的痕迹 而且仓库外的草坪上也没有被践踏和拖拉箱子的痕迹 这说明 汤库的门是被人用钥匙打开的 而且箱子偷走的十分顺利 这不可能是外人干的 除非是坚守自盗 我坚守自盗 为什么 为了笔好买卖 你难道忘了 你的管家和左崎将军在酒楼做的那笔交易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审问他 要来审我 交易是他做的 我怎么知道 阮子佑 只要你肯交出这只箱子 我可以重新处罚你的罪账 这是交易吗 你不要忘了 你死一个商人 手中也要有货 这买卖才能做成 我手中没有箱子 怎么和你交易 难道非要让我搜出这只箱子你才肯认账吗 喜庭罪便 不过大人 关于箱子的事我倒有条线索可以告诉大人 讲 我的管家没有说有人要代表周人论赎回这只箱子 你的管家告诉我们有一个自称于公子的人来过 此人来历不明 可是 我有证据 能证明金大人师父欣赏的那位李公子 对此事略知以二 你为什么才交出来 我是商人 知道什么时候该报出底价 不过大人 不过大人 请注意 那上面担保日的签名李赫婷 就是那位李玉春的父亲 这事你怎么看 李夫人和李玉春都和本来有关系呢 李夫人的丈夫李赫婷一定和周仁瑞有深交 否则他不会出面为周仁瑞做担保 问题是李夫人她为什么不承认认识周天佑呢 难道她就不知道做伪证的后果吗 先生应该记得咱们是在抓周天佑的时候抓住的李玉春 这种种迹象表明是李玉春掩护了周天佑 看来这个李玉春还真有点来历 他既然和周天佑有关系 我想周天佑就不会对他袖手旁观 咱们索性将计就计 既然现在李玉春在里边关着 张贴告示 就说周天佑已经被缉拿归案 咱们等着真的周天佑出现 我同意 既然李玉春关在里边 另一个人就可以让他走了 放了阮子佑 先生这是英明啊 这样一来箱子这不起可就走火了呀 我跟你说而且要让王淳去放 好 看我干什么 你不是一直享有这么一天吗 说得对 要是我就让你在这里蹲上几年 好好反省反省 我反省什么 啊 你以为我愿意来到这个世上 是谁把我带到这个世上呢 好好好 我不跟你说这些 我来办我要办的事 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这不是你的意思吧 说得对 是金大人的意思 说嘛 你就没这个胆量 你不要太得意 你以为他会白白的放了你 啊 他这是奉献钓鱼 我要是你就老老实实把箱子交出来 我说过了 箱子不在我手里 你不要自以为是 你要对付的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大大咧咧 实际上 那心思比针眼还细 爪的比钢刀还利 连我都得让他三分 我警告你 不要以为那只箱子在你手里 就齐祸可居 到处招摇讨价还价 那只箱子牵涉朝廷一种命案 什么命案 这箱子里到底有什么 这么值钱 这我能告诉你 那你就不想要这只箱子了 什么 那只箱子真的在你手里头 要是让他们查出来 就不会对你这么客气了 你这是萤火收身 到底是什么火 就是烧我 也要让我明白 我要是 告诉了你 你就把箱子交出来行不行 行 如果我们没有估计错的话 那只箱子里头有一本药书 红丸药书 红丸药书 有了这本药书就可以侦破 几年前朝廷那种药案 什么药案 广东皇帝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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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交出来吧 想不到这箱子竟然这么值钱 不是值钱 那是危险 赶快给我回去把箱子交出来 不行 怎么你说什么 你你刚才不是还说 刚才是刚才 现在是现在 现在我不想给你 你 你可以带兵来搜 实在不行 带人来偷也行 你不是和我的管家做过交易 要来偷我的东西 你已经偷了一次 想必这一次更容易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 你打呀 父亲大人 你一定气得心里发动 是不是 要是换了我也会生气的 不过 事情并不是不可以商量 只要你我换个筹码谈谈 这回不是钱 是一个人 只要你帮我除掉他 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 你也能得到你想要的 谁 李玉春 你疯了你 我没有疯 我知道我的处境 也知道你的处境 你说我的处境不好 你的处境难道就好 你不是同样被怀疑被监视吗 今天在大堂那一幕 我都看见了 那个姓金的和姓左的合目算起你 他们表面上不动声色 其实对你的一举一动 尽在他们掌握之中 他们表面上没有动你 只是还没有抓到把柄 等他们抓到了 你可就惨了 你们说是大当 背地点其实是竞争对手 说不定还是敌人 胜着王败着寇 胜着在皇上跟前邀功情赏 败着就只能做鸡罪羊 王大人 这点道理你比我懂吧 啊 啊 哼 你出去 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是 李公子 想必你还记得我 啊 见过王大人 不用不用不用 来坐坐坐坐 坐 李公子 今天我来是想给你提个醒 你这一次入狱可和上一次大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一次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证明你和那个越狱逃跑的朝廷要饭 周天佑有着扯不清的关联 李公子 你看 这张戒句你可认识 我父亲的见面 怎么回事 好 你不否认就好 这张戒句几年前是放在一位公子的手里 抵押物是一只箱子 箱子的主人是周仁瑞 也就是周天佑的父亲 几天前就在周天佑出现以后 又有人企图用各种办法取走这只箱子 李公子 李公子 你不想知道这个戒句和箱子放在哪位公子之手吗 在谁那儿 阮字佑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你既然不否认这张戒句是出自你父亲李赫廷之手 那么你的母亲和你在大堂之上信誓旦旦的说 既不认识周仁瑞 也不认识周天佑 我想听你解释解释 这不为过吧 好 李大人 您有什么证据 能够证明我母亲必然知道这张戒句的存在 这张戒句很有可能就是我父亲当年的一个个人行为 况且他无非就是替别人担保的一个签字 我和我母亲为什么非要知道当年我父亲替什么人担保过呢 阮字佑为了霸占婉春逼死了我母亲 现在我是他唯一的绊脚师 这张戒句有没有可能是阮字佑假造出来的 为了诬陷我呢 今日在大堂之上至少你不能说阮字佑在诬陷你 的确认亲已经证明了你和李婉春是亲生姐弟 王大人 您真的相信地鞋吗 我相信 王大人 王大人 您真的肯定吗 我肯定 既然您这么说 那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我只想告诉你 我和婉春没有血缘关系 我们的婚姻是成立的 阮字佑是诬告 他应该受到惩罚 王大人 我终于明白您为什么在百忙之中亲自来看我了 一定是阮字佑让您来的吧 放肆 李公子 李公子啊 李公子 你知道 我是多么的喜欢你啊 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样有学问有人品的儿子 李公子 李公子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个做父亲的苦心 人有的时候是不可不为 不得不为啊 这酒 看样子李公子 不会和我一起喝了 人心和人心之间的距离 真比天堂和地狱之间的距离还远吗 王大人 其实天堂和地狱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远 有的时候只是一念之差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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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路南北通 树梢不动就划大风 计字架的路就殿堂舞的桶 满天月亮是一颗星 断三吃饭的李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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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路南北通 大陆东西路南北通 树梢不动 水子挤的叫圆别人的梦 太阳系处的我再走 冷哥里哥冷 在三河九层里四醉 拥到瓦尔玛子到头就睡 当三河九层里四醉 拥到瓦尔玛子到头就睡 东西路 南北通 好 北方 太光处中 拥到瓦尔玛子到头就睡 拥到瓦尔玛子到头就睡 东西路 东西路 南北通 南北通 树上不动就刮大风 树上不动就刮大风 东西路 东西路 南北通 南北通 树上不动就刮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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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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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通 南北通